各位评审好,我们是专题主 主品名称为原生,台湾特有种生物保育 此报告我们分为六个项目 一,主题定定与研究目的 之所以以这个为主题,是因为 台湾野生动物种类丰富 但我们却总是忽略台湾的本土动物 反而比较关心外来物种 以近期动物园的熊猫来说 它们不但有良好的生活环境 甚至游泳顶尖的团队在照顾它们 反观台湾特有动物 中心有独特B子的台湾黑熊 却得不到大家的关爱 于是我们决定以原生 原本就生长来台湾的动物为主题 甚至系列视频 让大家看见米香给它们的美 藉而换起众人爱部关土动物的仪式 研究动机 台湾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 物种多达15万种以上 其中约三成为特有种 是个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岛屿 近几年台湾动物保育的观念才日渐崛起 但是很多台湾原生的动植物 却早已受到人类长期的生态破坏 而受到生存威胁 甚至有些动物已经被破绝击 身为这批人称负魔杀土地上的每个人 都有资格与义务来文护之属于台湾这批鬼宝 就能透过这次的机会 来唤醒人们对它们的重视 设计理念 我们人跟动物一样 拥有生命与灵魂 人类往往忘记 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其他的动物与我们一起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尤其是那些特有稀少的保育类动物 为了提醒大家 台湾这座岛屿还有许多美丽且稀有的物种 并告诉大家 我们不是唯一的灵 所以将台湾特有动物 台湾梅花露 台湾蓝雀 台湾穿山甲 说的是草稀 应用在进攻饰品设计上 不但有助于发展出具备台湾特色的饰品 更挖掘福尔摩沙日美 二 研究流程与时辰管控 主题定定之后 除了一般专题制作流程之外 我们又细分为 饰品制作 展场规划 与简报制作 我们计划以一个学期完成 为了控制制作进步 所以设计了这个表格 从主题定定 资料收集 自信制作 到最后展出阶段 三 资料收集 五分析讨论 针对台湾特有动物 作为这次资料收集 以及分析 一 台湾蓝雀 台湾特有种 俗称长尾山娘 群秋景台湾山地 有本物种分布 是台湾特有种咬泪 它拥有宝蓝色的双翼 红色的长慧 红宝石般的双翼 结结三元色 红黄蓝鱼一身 二 台湾穿山甲 台湾特有牙种 它们是善良 充满母爱的动物 它们并不会做出攻击伤害敌人的任何行为 它们只是将自己全屈成求行 人类却为了药用的功效而烂不烂杀 希望能从作品中传达它的可爱温柔 让看到的人不再响应进步而去够买 造成穿山甲不必要的伤亡 三 南台草叙 台湾特有种 又名说的是草叙 有不少人害怕防守类不敢激进它们 甚至认为 常见的蜥蜴是有毒的 其实全世界的蜥蜴中 只有两种有毒 而台湾的蜥蜴全都是无毒的种类 是善良可爱的小动物 希望人们能更亲近它们 不要因为陌生和冰冷的触感而恐惧它们 四 台湾梅花鹿 台湾特有亚种 梅花鹿身上美丽的花纹和鹿角 在以前都有相当的经济价值 人们也喜欢拿鹿角和鹿皮 装饰 制裁一幕 可见梅花鹿受到广大人群的喜爱 梅花鹿的最大特征是纹鹿和角 鹿角造型流畅优美 纯粹以造型来讲也是一种艺术品 自然的纹路也是归服成功之种 四 创意发想与执行制作 本饰品大多是以30至50岁左右的社会人士设计 由于将原本佩戴的饰品提升为警醒人类的艺术品 是针对有一定经济能力及生活影响力的人士所设计 30至50岁左右可能是一生当中对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时期 也是人生的壮年期 大多努力工作得到社会地位 不管是各行各业都在台湾这个国家生活 所以专为此年龄成的人设计台湾特有动物的检视艺术品 希望借着它们的影响力 让这个社会注意到 并共和保护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 特有保育动物饰品跟一般饰品不太一样 惊醒作用大过于装饰作用 但也意味着人类需要时时的被提醒 那优美的线条和呼呼的动态 都足以深深的吸引人类 签列到可以让人类注意且发现它们的美 做注目的焦点 在这个大环境中要演起特色是特别 无可取代的 我们的制作过程是经过反复修改设计图 进行辣雕 铸造 抛光 切去铜片 削打 修膜 垫堵 宝石镶嵌 组合饰品 反复修剪之后完成 5.展场规划与成果发表 我们在事先绘制了展场的平面配置图 也制作了展场十分之一的模型 就是希望能在展场布置当天更为顺利 6.结论与参考资料 在这次的专题制作中 我们藉由专题更了解自然生态 知道哪些是台湾的特有物种 让我们知道自然的珍贵 这些都是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 不会学到的知识 寻找题材也能增广见闻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